在道长主持下 由金融市副市长六发主计 一路从子前战存区 专用除坑金炉 到子前收运专车 进行捷径去会 祈福金炉仪式 迎接基隆中原季到来 为了降低这项基隆最大 季市活动对环境的冲击 金融市政府连续16年 推动子前集中焚烧服务 将子前集中运至天外天粉化厂处理 透过完善的污染防治设备 减少区域性空气污染的发生 维护基隆良好的空气品质 中原季今年是第168年 中原季也是基隆最大的季市活动 对于烧金子这一个的部分 那个量是非常多 所以我们从95年开始 今年迈入第16年 就是希望大家把金子集中 我们利用混化炉这边完整的 混化设备跟可以减少空污的 这个设备来做集中焚烧 那今天这个的进入仪式 最主要的也就是说 大家可能有一个观念认为 混化炉是烧垃圾 那怎么我要给祖先的这金银财宝 怎么能够在这一边来焚烧 那为了这一个的部分 我们刚才讲过 就是说他除了可以进化空气之外 那所以我们举行进入的仪式 那我们也会有道士 然后有书文 然后可以传达 让这个的效益会更高 除了推广指前集中焚烧 就是这种方面更宣导民众 采取以善代金的做法 将部分购买金纸的费用 捐款做公益 进一步降低指前焚烧的数量 参与的民众还可以获得平安米 及加持过的妈祖钥匙圈 今年的以善代金 我们也特别贴心的 为我们这些民众 我们会有这个纪念品 就是一包米 还有一个有加持过的钥匙环 那希望大家一切平安 然后做善事 根据环保局方面的统计 指前集中焚烧政策推广资金 已经累计突破1350公吨以上 环保局今年更与多个大型社区 接洽设置指前集中区或集中箱 在社区普渡时间前预约 指前集中收运 另外以善代金 自103年来 也已经捐款123万元 其中110年达到26万元 为历年最高 记者张旗腾 金融报道 总是 总是 居上三地毁 将舍atted 水枪 上三地毁